你有没有注意到民进党完全跟四年前的国民党基本上是一样的 当时柯文哲 旋风起来网路是那样非常大的时候国民党死都不相信 觉得到最后一定是连胜文赢 就事实证明连胜文就是大叔啊 事实上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那同样的现在民进党也掉入了同样一个 沉默螺旋了我觉得 现在姚文哲还在幻想一定有15%的人还没有出来帮他投 那同样的呢 高嘉宇也开始在那边幻想 第一个他讲的东京就很好笑 他说他自己以前是PTT的站长 PTT向来是独立的 你鬼扯什么东西啊 PTT向来就不独立好不好 我老实说啦 你们自己都忘记了吗 我前几天在别的节目也讲过 高敏明是什么人 这次跟那个 陈清漫一起出来指控什么暗黑网军的 里头一个高的市议员 他当年就用假账号在PTT上面放消息 然后呢谁把他cover叫王威中 你知道吗 这两个人跟高嘉宇都有同一个身份叫什么身份吗 叫台大学生会会长 这些人专门就来搞这种事 你还好意思讲说你PTT是独立人 你骗谁啊你 我觉得根本就是鬼扯淡 民营党过去就是一直在靠着这些PTT 靠这些网路 不断的带风向不断的操纵 所以我跟你讲他们才紧张 他们才会怕 因为他们发觉整个网路声量 声量都不对了 风向变了 而且风向完全变到 他们就算动员他们的网军 都没有办法掌握 我老实说 网路上有没有网军 确实有 你如果去注意的话 固定某几个账号一定是发挺绿的 某几个账号一定发挺蓝的 真的某几个账号是发挺红的 都有 但是问题是哪一些是 真正有组织的网军 哪一些只是个人的 意见出发 那我至少就我个人的观察 其实挺绿的那些 看起来都非常有系统 而且每一次什么东西就一定要拿出来一系列 那谁最喜欢查人IP呢 就是绿军人最喜欢查人IP 我跟讲像这次这个泰国这个 马上被人家打脸 为什么被打脸 理由很简单嘛 台湾人在全世界各地旅游人多少人 在工作人多少人啊 而且 很多都是 是我就不能在泰国发个文吗 我今天像你们的邱颖颖委员 在波兰都可以发文了 对不对 为什么人家就不能在泰国发文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呢 你们现在就是很单纯 因为民进党自己过去惯用的招数 被人家试破的时候 他就因为他自己常干这种事嘛 现在就认为别人一定也在干这种事